基、偶、数、个数计算 这个他断句一下 基、偶、数、个数 有时候他命名怪怪的 意思是说呢 我们需要什么 跑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话也是不定数的 看起来好像这边已经有固定有十个了 就输入十个数字 那里面有基数有偶数 当我输入之后的话 那我需要什么 其实就做逻辑判断 所以在回圈里面 一边输入一边判断 那判断完之后呢 帮我累加 到底是基数还是偶数 最后帮我输出 所以理论上 输入完之后的话 这边有一个 这个 even number等于五个 old number等于五个 但是输出这个基数偶数的个数 把它print出来 所以print出来的这个结果一个 这是个别输出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程式该如何赚钱 这个应该程式比较单纯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当然我们会要判就是 基数偶数部分的话 那我这边的话呢 就给两个变数 一个变数的话呢 也许就是even 就是偶数部分的 然后呢 另外一个偶这个的话 就是基数部分 两个变数啦 OK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让 让这个人家输入 不过我看一下 这题目有没有不定数 这几个字啊 他没有不定数哦 所以理论上 而且他跟你讲说 撰写一个程式 让使用者输入十个 乘数 所以已经告诉你十个了 所以确定是十个的固定范围 所以意思告诉你 请你用for回圈吧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应该很好辨识 以后的话你就知道说 什么情况用for回圈 什么情况用快回圈的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用for回圈 for for i 或者for k 这边我放一个 这个名字 刚刚用统一 for i好了 你这边用for i for k 这都OK的 for i in range 那 总共要跑十次的话 当然特别之后 你这边range 我挂五十 你想说老师为什么 前面少一个开头的词 其实特别之后 如果零开头的话 那这个零是可以省略的 OK 那为什么到十 其实就是零一二到九 因为十的话是停下来的 意思就是说 他不会被执行 stop了 OK 所以零到九 刚好就十次 所以也就这样啦 以后如果你跑十次 你就输入十就可以啦 如果你懒得忌太多 那意思就是跑零到九 那你想说老师 那可是我这样不好理解啊 我要一到十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就一 但问题你后面要把他变十一嘛 写这样好不好可以啦 OK 没有问题 但我跟各位讲哦 你就是要自己用你习惯的方法 你不要一下子用这个方法 一下子用另外一个方法 OK 你就要用一个 你自己看得懂 而且经常做也是对的方法 你千万不要一下改这样一下改那样 那我可以接受哦 你不要完全照我的逻辑哦 你不要被我逻辑给限制住了哦 OK哦 所以你可以改 没关系哦 那你想说后面逗点要不要加呢 预设是一嘛 那预设就一就不用改了 所以这个地方不用加哦 那再来的话让他输入 所以后面的话A等于input 那input因为是整数 所以我们外面用int 接下来一边输入的话一边判断 如果呢 A的值 他处理2之后 等于0的话 那这个意思表示什么 表示说呢 他能够备二整除就是偶数 那所以呢 底下的话呢 我们的even就是什么 加1 那even加1的话 你可以写的even加等于1 或者可以写的什么 even等于什么 这个even加1就好了 这里有点不懂的 even加1等于1 哦 他实际上是这样的 他实际上是把后面的公式计算完之后的结果 存到前面去的意思 哦 大概是这样哦 可以理解吧 对对对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常常对于这个地方转过来 主要可能因为也是被以前的数学给限制住了 因为我们数学都是前面加完放后面嘛 对啊 现在是刚好颠倒 后面计算完结果放到前面去的意思 所以even里面本来是0啊 加1就变成 重回去even变1了 如果又一个然后就变成再加1 那你可以写成简写就加等于啦 看各位如果你不习惯用加等于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那个像of的你就可以把加1 这个就是意思说帮你加1的意思 你说加等于你不能理解吗 因为刚刚是加等于啦 我讲过就是说那个加等于的话是简写 那程式比较精简啦 只是说我常调啦 如果那个精简对来说是负担的话 那你暂时忘记没关系 可是你至少要看得懂啦 我是觉得OK 像我的习惯就是说 我即便参考别人的程式 我最后会改成我习惯的写法 没关系 所以你最重要 可以慢慢找出你自己习惯的写法 OK 你千万不要一下写这样一下写那样 好 这边注意 最后的话就把这些什么把它做输出 所以输出的话我一样用format even的number冒号 后面空格 把那个它even的变数拿过来就好了 OK就放过来 然后old这个也是一样 把这个基数的部分把它做出 所以它输出的话先输出偶数再输出基数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分别把它加起来 所以这钱还蛮多的 然后它这个要输入一堆啦 所以这个H你们自己再练习看看好 总共要输入这么多 所以我把它run一下 以上应该OK 先69Enter 然后48Enter 19Enter 91Enter 83 22 还没结束 18 再来就18Enter 37Enter 它就一直得以下 812Enter 然后40Enter 那它就最后输出结果 对 对 有没有 这个 Even Number 冒号 空一格 这个要空一格 然后5个 old 5个 OK 另外实际上这一题 还可以再轻减 因为总数十个嘛 所以不外乎就是基数不外乎偶数嘛 所以其实你干脆可以这个变数可以少掉一个啊 有没有 你其实只要判断什么 判断偶数就好了 基数的话就是把用10去减就好了嘛 所以如果它轻减的话你可以even拿这个old拿掉 然后你只要什么else这个也可以拿掉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话old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什么 用10去减嘛 10减掉 even就好了嘛 因为总共是10个嘛 如果它5个的话 那它一定是5个啊 如果它4个的话 那应该6个 因为total总数就10个嘛 写这样可不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只是说这样的写法 我怕也没什么问题啦 只是更精简而已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看一下答案应该也是写这样 答案 对 我写两一个 这个是第一种 精简的话就是用10去减就好了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另外那个for i 我这边是for k 如果你将来 那个i啊或者是j或k啊 这个变数名称是可以变动没关系的 也就是如果你将来不习惯哪一种变数名称 没有你可以更改 没有说一定 它题目也没有说一定 你回圈的变数名称一定要 如果没有指定的话 那这个变数名称是可以自己第一个名 当然前提就是你最好有习惯的用法 千万不要一像这个一像那样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你可以找到你自己习惯的写法 那表示你真的已经进入到状况 OK 你就会有自己的写作的风格 慢慢的话你就会比较进入到那个城市的这个领域 那我建议让尽量还是试着喜欢他吧 试着有时候还是要多接近他 然后呢试着确定一个目标 因为我知道不是每个同学都会想去考证照 不过如果你真的想要把这个学会 我建议就是第一个目标 也许可以找找看 试试看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再来看私营 会是等腰三角形 这个其实前面也有写过 只是难度还蛮高的 试试看 我们下期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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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待吧